至於尾關,我介紹的是歐洲國家聯賽 星期日15場是瑞士對比利時 這場幫我選擇什麼呢? 可以選擇一個讓球 比利時讓瑞士的平手半球 1.83倍 我們先看看近兩隊的近況 之前我們看看他的積分榜 其實也是A組的賽事 這輪是A2 你看看,冰島已經踢了四場 一分都沒有 要爭的是比利時和瑞士 這場最後一場比賽欠出線的職位 現在比利時拿著9分 瑞士拿著6分 基本上兩隊都有 進入四場的條件 當然,比利時比較好 因為他拿著9分 如果瑞士這場比賽 在主場中贏得9分 對比利時來說,真的很可憐 一個問題是 出現同分 大家對賽或勝負 大家贏了三輪賽事 到德塞球 其實現在暫時都在6球 如果瑞士勝負的話 其實比利時一定是沒有6球 一定是少於6球 所以瑞士就變成出線 我們先看看他本身的近況 在近八場賽事裡 說真的 瑞士主場也挺強勁 因為本身主場 對著冰島6比2 在友誼賽中 輸給英格蘭 上次比利時輸1比2 但上次冰島也贏2比1 所以他拿著6分 但比利時方面 清脆利落一點 感覺上就是 他對著冰島贏2個 有賽荷蘭1比1 上次主場賽事裡 對著瑞士 贏2比1 再下冰島3比0 第一次是世界杯賽事 其實都踢得非常好 他那些球員裡 大家都很熟悉 盧卡古、夏薩特、梅斯頓 其實都是在英超賺食的球員 說真的 腳法是完全不需要懷疑的 但反而 瑞士那群球員 都不太熟悉 最熟悉的是 沙基利 在其他球會裡面 亦是阿列沙加那群 其實都不是頂級球員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都要爭分 說真的 比利時讓平手半球 有1.8多 值得去過關 因為始終 就算我和球都出線 我都是輸一半 何況球員質素上 高你這麼多 要贏球其實不難 所以這條3穿4 都是選擇比利時的上盤 我們看看這條3穿4 如何購買 買條3穿4 50元條 總額200元 頭關星期日第六場 讓球盤 就是英格蘭 讓半球一球 買英格蘭 2.1倍 第二關 就是12場 保利花高 對國際體育會 主客和 2.95倍 尾關 瑞士對比利時 我買讓球盤 客隊比利時 讓平手半球 1.83倍 如果三關都傳中 這條3穿4 可以收回 1338.7 正回報 也有1138.7 希望這條3穿4 可以傳中 那條3穿4 稍微 有114 稍微 有114 1 2 是